《卫冲网2.2.2.80》 我介绍过这股份 《卫冲网2.2.2.80》 《卫冲集团》之前就叫卫冲网 主要是做B2B的业务 我都挺认同它近来的新方向 所以才突然间醒起它 究竟搞什么呢? 又是搞区块链、搞Blockchain 就是搞Blockchain的应用 不是说搞一些ICO去处理 然后又要怕Google生字 又要怕韩国不知怎样去封等等 所以我觉得如果一旦Blockchain的应用 是做得好的话 股价是不止倍升那么简单的 他们在2月那时 跟深圳创业版上市公司 《佳玉农业开发300268》 深圳那间300268 其实就签了个合作框架协议 通过就说 通过集团的区块链服务优势 跟家育股份在品牌的防艺 智慧的索源 区块链打造 以及智慧行销等等方面 进入一个结合的话 可以实现现代农业区块链的应用平台建设 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应用场景 怎样套下去呢 首先 大家 如果吃些内地的东西 你的心都始终存在一些介替 中国食品安全问题 其实现在都继续存在着 很大一个黑心食品的问题 为什么这么多人不敢吃内地的东西 因为过往太多黑心的商人 令大家的信心是尽失的 现在有了Blockchain会怎样搞呢 透过Blockchain的技术 可以将农产品由生长到收成的过程 全部都是记录下来的 中心化亦有助防艺等等 如果大家有留意新闻的话 其实是昨天而已 有留意新闻 大家会发现 蔚冲集团的Blockchain技术 不止应用在农产品 近日他宣布和同仁堂 成功落地区块链的应用场景 即是北京同仁堂的王牌产品 其中一样是安供牛黄圆产品 他用了Blockchain技术 开启了同仁堂的智慧监管的新时代 构建了健康中国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同时解决了同仁堂安供牛黄圆 供应链的管理信息流 包括生产、物流、销售等各个环节的信用问题 所以今天为大家推荐 这一款 就是维冲集团2280 希望大家可以深入了解维冲 究竟Blockchain是何物 维冲在搞什么 希望大家喜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